李中仁他们要动手了 李中仁他们要动手了 这老头子真没扛过美国人 和白崇喜的逼宫 韩云 这事对咱影响大吗 现在还不知道 不过 原青他们一向和贵戏走得很近 这个王八蛋一直记恨着我 难保他不会利用这次变动 对我发难 那该怎么办 我们在美国的房产办好了吗 那黄金和美超呢 都已经会到汇丰银行了 古董字画也都在花旗地下保管库 在哪儿也不安全 这样明天你去香港 把那些全部转移到美国 要不咱们一起走吧 我不能走 我的目标大 只要把东西转移了 原青他们也奈何不了我 这从东北好不容易跑出来 刚刚安稳下来 你就别再废话了 记住 明天一定要做 头版飞机飞下岗 要快 好 对 不可能有人在那张爆炸里边行刺 对 彪子啊 照着他 把他画在当铺门口 这 这是我跟 我跟莫莉的约定 也许呢 也许他还活着呢 只要他还活着 他看见他 他就知道我在找他 彪子 他还活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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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就是他 你就是徐韩人 这是 警官 您是 我跟你介绍一下 这位 是国防部二阵内务处 新任特别刑事调查处的 朱永处长 朱处长 幸会幸会 跟我们走一趟吧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 为什么 我给你解释一下 你在沈阳任职期间 贪赃王法王护职首 上吾国下吾民 这些脏事可都曝光了 朱处长 他可是公然在诬陷我 我可是在东北带领我的同仁们 为党国立下赫赫战功的 是吗 那谁才是导致东北沦陷的罪人 那你要问他 尚风明确指示 东北撤离之前 把破坏行动交给了他所领导的 沈阳战 可他临阵脱逃 一样破坏行动都没有执行 你不要去给我碰人啊 但我倒要问了 你的人在做什么呢 军工厂炸了吗 发电厂炸了吗 共党可是现在用得很舒服 放进去 这些事我可跟朱处长的解释清楚了 我沈阳的死是通宵达弹严密规划 现在干出这些叛等叛婆的事 也舔着你的狗嘴来咬我 你给我把嘴巴放开 你给我把那些叛ahl 再调证 你送那么多 你帮我 来 你拿她 来 你把你帮你帮我 你帮我 我去帮你帮你帮我 侯主们 新年一时 我们就取得了淮海平津 两大战役的胜利 到现在为止 我们的地盘 比当年根据地 不知大了多少倍 而且还有天津 北平这样的大城市 到处都需要管理 到处都需要干部 上级决定成立南下干部团 从全东北 组织大批的干部和进步青年 到沈阳进行集中培训 可是南京的国民党方面 不甘心他们的失败 他们已经向潜伏 在我各个解放区的特务小组 发出了总动员令 要不惜一切代价 扰乱我们的大后方 阻挠解放全中国的步伐 咱们东北 是这次敌人阴谋破坏的 重中之重 我的人从摄影机里听到了 我们南京方面 发出的总动员令 这就是今天 我要找你的目的 你看一下 刚刚得到电文 这么说 南京方面 已经批准了咱们的计划 不知道 他现在怎么样了 你是说马多灵 你放心 我刚刚得到情报 他的助金还可以 那咱们的计划 有告诉他吗 他很高兴 只要我们的计划成功 他就能 彻底脱困 所以我们要早日离工 只有如此才能帮到他们 让他们早日地洗净缘去 我懂 我们在南京搞秘密工作的同志 得到一个情报 有一个代号叫马兜灵的特务 正带着他的助手 秘密出发 来沈阳 其目的就是唤醒地下潜伏王 阴谋破坏我们的南下岗树 目前这两个特务将取到哪里 在什么时间 以什么方式潜入沈阳 我们不清楚 另外 他们到达沈阳以后的活动方式 和联络对象 我们一无所有 还好 咱们的同志 帮我们搞到了他们的照片 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 要集中全市的治安力量 在这两个特务到达沈阳的 第一分钟给我发现他们的踪迹 并且钉死他们 务必争取 通过他们找到下线 要不惜一切代价 把这个特务小组给打掉 请收拾同志 报证完成任务 请收拾同志 那些什么手段 你很清楚 最后哪有不说的 我不知道你们要我说什么 你这样让兄弟我可怎么帮你 兄弟们可都顶着压力呢 他们说 把你往隔壁死老移送就完了 我说都是文化人 干什么呀 用不着 他们还准备了一些新发明 都是一些带刺的什么玩意儿 估计你都没看见过 王这个 手心脚心一炸 王回音了 这肉都烂 我实在不忍心看 张宝仇 你还是说了吧 许主任 李武阳 赶紧拿着家都跟我换客 我不 我徐汉原 对党国忠诚 任月可敬 从民国十七年起 我跟着戴老板 从重庆到上海 破获了七年将团的阴谋 还带人参加了锦州会战 在破月前 我还冒着强陵弹雨 在战壕里打电话 许汉原 我可没公布跟你废话 你也不相信 你对为少将 如果我手里没什么过硬的东西 我会轻易弄成吗 你自己看看吧 家里东西可真不少 比你们督导是金库多多吧 你也真够聪明 你回家就让老婆带着东西 往香港跑 你这个老婆也真是 怎么就那么贪财 为了这么点钱 连命都不要 兄弟们还没怎么着 自己就从楼梯上摔下来 闹了个人才两空 何苦呢 还不说 再不说 可真就晚了 我 我不服 我徐汉原 杀不得起上天 杀不得起上天 你 我徐汉原 我徐汉原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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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大军和马龙从师长那里接到任务以后 立即在可疑地点进行了严密布控 但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以马斗陵为首的特务小组还是踪迹全无 马龙仔细审查自己的布控位置 查看有没有遗漏之处 都已经安置过了 咱们的配处大队 公安局 还有前段时间成立的群众联防体系 都动用了 从北平到沈阳 沿途所有的交通枢纽 也设了好几层的警戒线 是啊 也不过如此了 应该不会有什么死角的呀 一点动静都没有 静得让人心里发猛 那是不是响水不开 开水不响 就快有眉毛 刀部里的那些炸药要尽早地运出去 这事呢你交给胡斌 他很有经验 老萧 那个人手里真的还有一票人马吗 你怀疑 那倒没有 只是我总觉得 他经常一个人来了往往的 不像真的是有实力的样子 这个你不必多虑 他的风格一向如此 他手底下的人我也都见过 都很值得信任 再说了 他手里的那些金条 可都是真的 应该足够你用的了吧 计划由我来拟定 东西由你负责运出 但是那么多的东西 一定要分辟藏在不同的地方 以防有什么差池 好 喂 我赵大军 什么 好 好 知道了 王罗 刚才南口火站打了电话 说目标上了三三五次列车 你赶紧带人过去 定你目标 对吧 大军 车站那边你负责指挥一下 还有咱们的跟踪医院 马上要跟上千万不能出岔子 好 我先走了 快去吧 好 快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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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 跟我来吧 好 本色列车离实体套衣服中 请各位领客在后面上坐好 不要随意走动 本色列车离实体套衣服中 请各位领客不要驾车 确定是这个人 没错 就是这个人 人呢 在四号车厢 二十五号座 营口的同志 已经跟我们交代清楚了 为了确保万一 我们在 游客上下车的时候 把我们的同志 都安排在他身边了 什么时候的事 二十分钟之前 我们去看看 人 什么人 放心 乘先出去吧 姐妹 这些人 我都在这儿 他对我们大众 因为三十五号座 大家赶紧 不动 把队里取得动控出来 快 我大哥将嘴 将嘴 将嘴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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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走 快 走 快 快 進去 兒子 跟着 她没跟周围的人攀谈 也没人接近过她 那是不是 她故意不联络 还是彼此有新的联络方法 也有这个可能 我觉得 这个马通林跟她的助手 应该是分头来的沈阳 而且咱们不要有可能 通过其他的渠道进入了诗区 我建议让咱们的单位 加大作成力量 让咱们的人民群众一起配合 给他们布下天的地方 还好这个人的照片在我们手上 所以很有可能 我们可以早点发现她的踪迹 同时我们要排查这个人身上的 随身携带物品 看看能不能找到 什么有用的线索 我同意马通林一下 好 就这么布置下去 是 走 从今儿起啊 有个人家关你这儿 还请您得做关照 谁呀 事成之后还有多么多 到底是谁呀 徐汉元 约了吧 这事儿 怕有点难办吧 两分钟之内毙命 不会有任何痕迹 只要你把事情办法讨的 需要什么金钱来找我 需要什么金钱来找我 事情办好了 我会亏待你 你慢走 李武阳 你给我闭嘴 那不是咱们考虑的事情 多少国军精锐都已经完蛋了 一个人又能怎么样 你能改变历史吗 不要再做堂毙当车的事了 先生 是您把我带到东北来的 为此我付出了一切 难道您让我半途而醉吗 我做不到 老大 又做个梦了 老大 老大 我怎么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呢 你帮我想想 我们还有什么有披露的地方 是不是我们该考虑的地方 都已经考虑到了 抓药 我们已经顺利地运出来了 南下干部团的那几个训练基地 我们也都掌握了 对不对 还有什么 老大 现在最危险的不是计划本身 而是许净化 咱们俩冒充马都灵的特使 我担心早晚有一天 他们会发现 而且这段时间 对他受敌人打交道 我发现他们都非等线之辈 如果有一天 他们跟南京方面取得联系 咱们可救 彪子 如果不是到了山中水晶的地方 我们不可能走这步线系 你把我们运出的炸药 再进行转移 千万不能让许净化的人 知道藏匿的地点 只要炸药在我们手上 所以怎么缘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你不乏四了 跟上他们 一二三 莫莉 阿姨 莫莉 莫莉 还练怎么样了 你看呢 大家到了精神点啊 好 快起 欢迎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 知道了 同志们 上车 好 抓紧时间 莫莉 莫莉 这个欢迎仪式你就别去了 是这么回事 你记得咱们春节庙会上设的 那个临时广播站吧 嗯 那些器材呀军管会享用 所以今天呢得撤下来 我想你心系去帮我盯着点 撤摊的时候呢 别落下什么器材 行 您就放心吧 好 行 谢谢 快点 慢点啊 慢点啊 走 走了 走了 再见啊 快点啊 你跟什么好 和我会 坐 回应子 快点啊 可你 快点啊 还是 快点啊 回应子 雅嘿 雅嘿哦嘿 雅黑 雅嘿 雅昆阳也恩情说不乖 雅嘿 雅嘿 雅嘿哦嘿 雅嘿 嘿嘿 雅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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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他们民出禁弊 这就是列食 好了吗 樊叔姐让咱们先撤回去 好 等这首音乐播放完 再把毛主席的文章播送完 咱们就撤 好 许金花的人 正在打听他们的行动程序 我的设想是这样的 你看这是地图 莫莉帮帮忙 我现在着急上厕所 要是待会儿音乐放完了 我还没回来 你就帮我念念这篇稿子行吗 我不行 这有什么不行的 你嗓子比我还好呢 肯定可以的 帮帮忙 拜托了 那行 那你赶紧回来 好 下面为大家老乡一篇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文章 中国人民将在伟大的解放战胄中 获得最后的胜利 这一点 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我知的 现在在第二年发生了一个根本的电话 已经消灭了大量的国民党 正规的殖民解放族 在南县 莫莉帮 都有防御转入了进攻 以蒋介石等人为首的中国粉派 难道还没有证明 他们是一伙满身鲜血的 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吗 难道还没有证明 他们是一伙职业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卖国贼吗 中国和国和朝正在末世 和生活变成决定与美女的太太 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大致大致原点正在脱离革命党的影响 不控制而占到革命阵容内 中国反动派能持信 莫莫莉满清喜悦地朗诵着激昂的篇章 却不知道此刻林武阳尽在咫尺 若不是机缘巧合 她不会有机会知道莫莉还活着 莫莉就可以继续自己崭新的生活 可是正如世人所感叹的造物弄人 事情的变化发展却往往令人难料 师妹 莫莉那人呢 好的 莫莉这身在热闹人群里 一时间忘记人气 好像和她们就是一样的 简单 快乐 心无旁路 长官 你们几个在门口看着 别放任何人进来 老徐啊 我说老徐啊 什么都你也出事了 不是 徐某一生仇家不少 有这么一天 也不算是个意外 徐先生仇家自然不少 可救了人更多 你教的学生 遍布党国机要 但在这一会儿 就没人站出来 恐怕 都已经忘了老徐了 他们忘了 我可没忘 想当年要不是你从贡党手里 把我救出来 我老婆早就进了 夫婿家属名单 一个月就领那一窥半大洋去了 徐先生 我敬你一杯 胖子 是不是有人找你了 徐先生 有人出了大假去 让你两分钟之内断气 你 但是他们不知道 我和你的交情 胖子啊 谢谢你 幸亏我遇到了你 你放心 只要你在我这儿 我保你活到公开审判那天 你也想想办法 赶紧活动活动 一定要给自己一个翻盘的机会 胖子 有你在 我一定能 你能帮我 递个东西出去吗 这保你活命是我的职责 好 要是抽出范围 我也树南走命了 哦 那 那你该 能不能让我进个人 你想见谁啊 阿隽 行 我给你安排 好 谢谢 老大 你真的肯定那个是茉莉的声音吗 你 我 老大 你 给你 你 看看 太危险了 刚才那些人不是说了吗 广告车是军党会的 莫里一定在那边 我一定会等到他的 他们说的未必都是真话 彪子 你我兄弟这么多年了 难道你到现在 还不相信我的直觉吗 到那儿你等我 我去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出口 在哪儿 我依据你 我依捣你 我依换你 我依换你 你别临后 我依捣你 你拗你 我依捗你 是海豚当库吗 师长 师长 我听说案情有了进展 快说说 什么情况 师长 您请坐 师长 现在马兜林本人还没有踪迹 但是通过那个特务随身携带的物品 我们基本锁定了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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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目标 我们一直认为 这几个地方 很有可能是特务的街头地点 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进行了严密的布控 可是这几天 也一直没有什么进展 索性公安局的同志 他们经过很大的努力 已经还原了特务 曾经在嘴里嚼过的那个东西 就是大军手底下压着的那种 师长 你看 你看 这是一个小时之前才过瘾 根据这上面所显示的信息 我们现在可以确定 很有可能这个海通当铺 就是敌人来沈阳的街头地点 而那个小磁瓶 就是他们的街头信用 师长 政委 这是从派出所拿来的 海通当铺的人员情况 马龙 把这个海通当铺给我监控起来 任何一个进出那里的人 一个都不要放过 你们分析得很有道理 我想咱们从那里 一定能得到马都灵的线索 是 老大 咱们和老赵送来消息 下午有人打电话接通 这是电话记录 老赵 老赵 你马上去找一班安娜卡丽琳娜 邀商务印书馆 二十八年那一班 我明白 明白 现在是他 刁子 他还活着 这是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 约定的情书密码 难为他 这么多年他还记得 你看 明天中三合胜 茶楼见面 大大 不觉得你要去见他 有点冒险吗 什么意思 你有没有想过 他是怎么样 透过那次爆炸的 他又怎么会来到沈樱的 如果他现在投共了 那明天的约见 就是一个陷阱 噩梦又再次回到了 茉莉身边 这一路走来 历经艰难 他所做的一切 为的就是寻找 曾经的恋人林武阳 可真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 恐惧又占据了 茉莉的全身 老大 我们现在真是 什么都经不起 不用说了 明天我们见到牧尼 就什么都清楚 值得一度 历经理想走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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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在这儿等着你们 太小了呀 好 别在这儿等着你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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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给你加点水 您看 您还要点什么 不用了 等人啊 没有啊 给您商量个事 能不能给您换个委员 我就坐在这儿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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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他 他还活着 的优优独播吗 药华 我也 但是他没想到 赞 家里的优独播 林医院 去找到个委员 你去找到一间 你去找个委员 我看到这儿 其实觉得有机会 可以做一页 老大 咱们俩要去吗 再等会儿 小心使得外面穿 姐回去 同志 欢迎 欢迎 老板 还有座位吗 有有有 那边那人特宽一个人 我过去跟他商量一下 老头 好 进方军 您等一下 这位同志 您看 您都做了一上午了 这边几位解惑军同志 都在等作儿呢 您看 能不能给您换个位置 幸福 谢谢 谢谢 他出来了 谢谢 彪子 一会儿咱俩跟着他 留意一下他身边的情况 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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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一组出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